圣经的第一卷书 创世纪 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看到 一个家族他们四代 我们分享了亚伯拉罕 比萨 两个 我们要进入到他们的第四代 约瑟 约瑟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做梦的人 他的一生都跟梦很有关系 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 在末后的世代里面 老年人少年人要看异象做异梦 其实在约瑟的时代里面 他就是一个做梦的人 而且他的很多的梦 其实是跟将来要发展的一些事情是有关的 换句话说 不是白日梦 是真的异梦 神借着梦 启示他一些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梦 不知道你做不做梦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 人生有梦 逐梦踏实 人生有梦是最美的 因为有梦就有希望 可是梦如果是我所期待的 我想我有一个梦 而这些梦当然逐梦踏实 可是到底会不会实现 不一定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 而那一个计划是一定会实现的 好像以福所书里面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说 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那个工作是作品 我们是上帝的作品 在耶稣基督里面 透过十字架的救恩 把我们这些人重新生出来 然后呢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他预备要我们去做的事 圣经里面讲到说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 你看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 用他独生爱子的命 把我们这个人给挽回回来 他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而这个期待就是 他预备要你我做的 有一些事情是 神预备要我一生去做的 你也一样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那个不是我的梦 而是上帝对我的计划 上帝对你的计划 一定会成就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好像我们接下去要看到 这个竹梦 在约瑟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竹梦的历程 而在那个竹梦的历程里面 神要预备的 神对约瑟有一个预备 预备约瑟这一生 要去做的事 神借着他 把以色列的家族 带到埃及去 为着是 后面有大饥荒 可是神是很有计划 很有步骤的 一步一步的做预备 而最大的预备 其实是预备约瑟这个人 神对你身上的那个计划 一定会实现 而那个实现 神也正在预备 预备什么 预备你 预备我 预备我们这个人 你预备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进入约瑟的人生 在约瑟的人生当中 你会看见神怎么预备他 而我也相信那是一面镜子 我们也会看见 上帝怎么预备你 上帝怎么预备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